有一句老話是這麼說的 正義或許會遲到 但絕對不會缺席 這句話現在用在幻獸帕魯身上 就非常的應景 今年1月發售的話題性大作 幻獸帕魯 他的長相不能說非常像 只能說根本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寶可夢 不以前是帕魯長得像寶可夢 甚至連捕捉機制和戰鬥方式 都跟寶可夢差不多 不只如此喔 幻獸帕魯還致建了方舟的生存玩法 還有曠野之奇的開放世界 他把這些遊戲好玩的元素 一個一個抓出來重新打磨 再瘋合 不小心弄出了一個好玩的遊戲 起初大家都是抱著吃瓜的心態 想看號稱有地表最強法務的任天堂 會採取什麼動作對付帕魯 結果這一等就是8個月 大家都漸漸地忽略這件事 甚至還有人認為 任天堂不會對幻獸帕魯採取行動 結果9月19號 翻開覆蓋的盤兒 提告 任天堂宣稱幻獸帕魯侵犯了他 任天堂宣稱幻獸帕魯侵害了多項專利權 並要求停止侵權行為及賠償損失 哇塞 是侵害專利權 這黑草的瓜就很多了 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今天我們要來吃熱騰騰的瓜 任天堂提告Pocket Pair 或者是說寶可夢 即幻獸帕魯 Pocket Pair 是個什麼樣的公司 幻獸帕魯又是什麼樣的遊戲 先前已經有超級多的頻道分析到爛了 這邊就不重複一樣的事情 我們直奔主題吧 9月19號任天堂在官方網站發布公文 任天堂已經正式向Pocket Pair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 這起訴訟是基於被告開發 並銷售的遊戲帕魯 這份聲明最有趣的應該是提告單位 因為它是兩家喔 分別是任天堂跟寶可夢 畢竟寶可夢自己就是一個公司嘛 任天堂只是有這間公司三分之一股份 它不能直接代表寶可夢 所以才會聯合聲明一起提告 再來就是他們準備要告的是侵權 其實侵權這個就很複雜 因為任天堂他們從以前到現在 製作這麼多款遊戲 是有很多著作權的 像是那個之前白貓事件 就有弄到好友連線的相關著作權 所以他真的想弄死對方的話 專利筆記本拿出來隨手一翻 抽幾條就可以把帕魯諾的祖坟冒煙啦 不過由於這起事件也才剛發生 單從公告沒辦法得出什麼有用的資訊 所以我們不妨大膽的預測一下 這裡的專利指的是什麼呢 可能是丟球抓寵物這個操作 或者是礦野知識的其他的機制 這就不好說啦 寶可夢的項目比較具體啊 最基本的長相嘛 從3D模型來看 這已經是一樣的東西了 你說這沒有操真的很難說服人啊 但是我知道有人不服啊 之前看過一種說法 模型之所以長得這麼像 是因為有心人故意調整了模型的大小 才會長得這麼...這麼像 噢乾笑爛 欸會有人因為身材改變 就說自己是別人生的嗎 或者是逆推嘛 有沒有一種可能 是帕魯先改變了模型的大小 欸這...天啊這什麼邏輯 另外還有人說帕魯的圖是AI生成的 勾布圖狼親臨戰場回應否定這種說法 並附上許多帕魯怪獸的早期設計圖 但是由於AI有能力生成草圖 所以還是有一派的人不相信勾布圖狼的說法 不過比如說現在AI是真的太強了 也太多人在用 台灣的許多知名連鎖品牌都在用AI圖了 它已經是個難以阻擋的趨勢 然而AI算圖其實已經不夠看了 現在還有一套軟體 看成是最強的AI縫合怪 Fewmura13 本質上它是個操作非常順手 適合新手入門的剪輯軟體 但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是 這套軟體內建了AI算圖啊 它能夠算一整張圖也能夠算貼圖 不只如此它還有AIYT主題生成 AI影片腳本生成 AI自動剪片 AI音樂生成 除了有這麼豐富的AI功能 系統還內建大量的影片音樂素材 特別選商用還不會中版權砲喔 我敢這麼說是因為我最近的六支影片 都是用Fewmura13做的 真的用過才敢說 那麼這麼強大的軟體一個月要多少錢呢 157台幣 一年才要1880啊 終身買斷更只要2380 哇賽 剪輯AI功能一次擁有 各位一起加入AI的新時代吧 那麼這種因為遊戲機制被告的情況 還有其他的案例嗎 嗯其實很多喔 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 Konami起訴賽馬娘Pretty Derby Konami主張根據劇本進行能力訓練培養角色 以及培養好的角色 可以用來與其他玩家對戰 還有特定支援卡 訓練可以大幅強化訓練係數 這三點被侵害了 向Cyber Engine要求40億的賠償 並停止遊戲提供服務 那這個案子啊 目前在網路上還沒有找到公開的結果資料 我只知道 欸我們的馬兒還在跑呢 甚至昨天都還有新聞喔 不過那只是現在啊 最終結果怎樣還是要等 真正判決出來再說 好 當然梁且案子本身情況是相去甚遠 所以這邊也不需要延伸討論 大家只需要知道 在遊戲界這種情況不少發生就好 那為什麼任天堂這時候才出手呢 帕魯預告片一出來應該就可以處理了吧 欸其實不是這樣 一個商品究竟會不會對另一方造成損失呢 必須等該商品真的盈利了 或者是他有足夠的影響力 對另外一個商品造成傷害才會算數喔 所以這波網友說 養肥了再宰 其實也沒錯啦 另一方面就是需要時間收集證據嘛 要有100%的把握再出手 所以這段時間任天堂沒有任何動作啊 選擇按兵不動也是很合理的做法 另外一種說法就比較陰謀論 因為明年寶可夢ZA就要上市了 這個時間把帕魯弄掉 就是為了ZA鋪路 欸沒有根據的說法啦 大家聽聽就好 而且其實帕魯最近表現的也沒有很好 真的會對ZA造成威脅嗎 我是覺得不太容易啦 會買ZA的人還是會買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換說帕魯的社長勾布拓廊 有一點over 到底有沒有抄襲侵權 這件事情其實在遊戲業界是 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就像我前面說的 任天堂是有很多專利的 如果今天任天堂 緊緊盯著這些專利 要去告那些後期之秀 或是其他的遊戲的話 那遊戲業界是真的沒辦法前行 為了大環境好 適度維護自己的權利 比較合理 那幻獸帕魯這邊的case都不一樣了 他們公司的負責人自己很北吧 會說一些話去 我怎麼講 在任天堂雷典上蹦滴 我記得負責人六月份 接受採訪的時候還說過 他製作遊戲的那些 觀念跟巧思 是受到任天堂影響的 這言下之意不就是在偷臭任天堂嗎 所以說這一波 有可能任天堂本來就想搞帕魯 只是因為帕魯負責人實在是講話太北 有加速這件事情的發生 再來要跟大家聊聊 這件事目前最有趣的一個項目 那就是Pocket Pair的官方回覆啦 本公司是一家以東京為基地的 小型獨立遊戲開發公司 我們的目標 始終是持續創作有趣的遊戲 這目標未來也不會改變 我們將繼續致力於 為廣大的遊戲玩家提供歡樂 此次訴訟可能會迫使我們 在遊戲開發以外的問題上 耗費更多時間 這是我們深感遺憾的 然而為了不辜負玩家的期待 並且確保獨立遊戲開發者的創意 自由不會因此受到打壓或限制 我們將竭盡所能應對這一情況 對於玩家及相關人士 因此事所帶來的困擾與擔憂 我們深表歉意 並希望大家能繼續享受 並支持幻獸帕魯 我覺得這個回復有些地方值得細品 首先他們一上來就強調 自己是小型獨立遊戲開發公司 這麼做的目的 既是講述事實 也是想讓大家知道 他們是弱勢的一方 再來最妙的就是這一句 確保獨立遊戲開發者的創意 自由不會因此受到打壓或限制 我們將竭盡所能應對這一情況 這個做法瞬間把自己放在 為了拯救遊戲業界的道德制高點上 再結合開頭的第一句話 勇者屠龍的形象呼之欲出 哇塞 誒說真的超人之下還能講這些話 是蠻需要勇氣的 而這種感覺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 事實上在X不少日本網友 也對於這篇公告提出相同的質疑 只能說不愧是能夠做出 許多致敬遊戲的Pocket Pair 確實有異於成人的地方 好啦這項世界目前就發展到這裡 只是說這個官方回復蠻減分的 不知道你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喔 那麼我們期待下次影片再見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